河南村民刨出龙骨 被号称继亲世皇陵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60%的龙骨让村民吃了 颠覆了考古界的认知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005年 河南省汝阳县上流复沟村 老李在思考了一件事 他的儿子即将要结婚了 但婚房却还没有落实啊 想到这里 老李扛上锄头就出了家门 留电乡上流复沟一带是典型的红褐色 粉砂质泥岩层 泥岩很容易粉碎啊 房屋却需要的地基岩石 大部分都是从外乡购买的 为了能省一点钱 老李决定去地里寻找一些比较结实的石头 来替代部分地基石 一锤一锤地撬打着岩石层 希望能够找到那块想要的石块 与此同时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的建造即将完工 馆长张星聊却有些头疼啊 博物馆即将完工 但斩品却少了好几架恐龙骨骼化石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恐龙大国 我国云南 新疆 内蒙等地 恐龙资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文明于世界了 但河南偏偏是以恐龙蛋组成 河南这么多年发现过大量的恐龙蛋化石 却始终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恐龙骨骼化石 河南只有恐龙蛋 很少有恐龙化石 这是几十年来专家对河南省的公认 河南省有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蛋化石群 在不足五公里的山地上埋藏着几十万枚恐龙蛋 它们被称为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这让很多人认为河南仅是恐龙产蛋的地方 产完蛋恐龙就离开了这里 一个省级博物馆只有恐龙蛋 没有恐龙化石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刘电香的老李还在实行着自己的计划 在这种粉质化严重的地层中 想找到坚硬的岩石并不容易 但这一天他就有了其他的发现 他居然找到了一块形状独特的龙骨 老李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龙骨一般是指新生蛋时期的恐龙化石 石化程度不高 可以拿来做药材 刘电香这几年也出土过不少的龙骨 但眼前这块龙骨像是一块肋骨附近的 但体型比大象还大 会是什么龙骨会有如此巨大的肋骨呢 龙骨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了 龙在当地也有好多传说 传言啊 龙威力巨大 能在天上飞也能在地上跑 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老李认为龙会不会真实存在 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叫龙骨呢 和老李有着相同疑问的还有同村的老曹 老曹收购龙骨几十年 但他始终不知道龙骨是个什么东西 很久之前啊 他给古人类研究所写过一封信 向专家询问关于乳阳地区龙骨的事情 同时也寄去了一些化石样片 当时呢 专家派过队员来此地勘察 龙骨出现的地方地层都很厚 是有出土大型龙骨的可能性 这让专家确定了 乳阳地区有恐龙化石 但由于当初经费优先 并且忙于新疆内蒙的恐龙发掘 所以呢 乳阳地区的恐龙化石发掘项目始终没有确立 因此 很少有人知道此事 如今 寻找恐龙化石的工作被提升日程 河南也因此从新生代土层被更改为众生代 或许 河南只有恐龙蛋的长石会在这里被彻底打破 在路过上流富沟村的一户人家时 专家突然发现了一块巨石有些异样啊 由于石化程度太高 就连从事化石研究多年的主任 一时间也难以分辨出来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 石头的主人也不知道 它是从哪块地方出土的 专家隐约觉得 这是恐龙大腿骨的一部分 但现在缺乏极起 他只好将石头带回研究所 做进一步研究 回了研究所呢 专家便迫不及待地展开复原工作 他发现 这是一块恐龙足鼓鼓尽端化石 其横向宽度为55厘米 从断面的延伸趋势来看 估计其最大的横向宽度 应该大于65厘米 鼓鼓与腿长是有一定的比例 初步估算 这具恐龙化石腿长2米 应该是西角类恐龙的一种 西角类恐龙一般分布在 白鳄纪与侏罗纪 他们依靠四足行走 依靠吃植物为生 中国大中型的西角类恐龙有很多 主要有云南的圆毛龙 四川的峨眉龙 马门的西龙 新疆的蝴蝶龙等 但这些恐龙 根据现有的恐龙化石推断 其长度都远远小于2米 是推断的误差太大 还是河南真的有更大的恐龙出现 既然发现了恐龙化石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联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启动了调查发掘项目 最后呢 石家沟 花庙沟 豪岭 及王沟几个挖掘地点也展开了试探性发掘 当地人得知了出土恐龙化石都积极主动的加入到了发掘队伍中 一时间专家寻找的恐龙在村民心中却已经变成了祖先所崇拜的真正的龙 在发掘地点附近 村民还专门搭起了一个小棚子 还立起了恐龙的牌位 据说这里从前与龙就有着种种的关联 在流电箱花庙沟的水井边上 有一块唐朝留下来的石碑 在残存的碑头上还可以清楚看到皇帝万岁四个字 如今碑文上的字迹早已消失 但根据当地老百姓描述 这条沟啊原本叫行龙沟 沟中有一个庄名叫巨龙庄 村中的山上山下都有很多庙语 花庙沟其实就是画庙沟的邪影 行龙巨龙变化成庙 这一系列难免会使人产生联想 它会和现如今的恐龙化石有关联吗 恐龙的研究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 在西方人的眼中啊 恐龙是一种凶残恐怖的象征 就连英语翻译过来都是恐怖西的意思 恐龙曾经统治地球长达一億六千万年 但人们知道它时还只是一百六十年前 恐龙和龙绝对是没有关联的 知道真相的村民却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兴奋呢 他们希望自己的家乡因此名堪万里 在村民的帮助下 发觉没有进行几天 汝阳县流电箱就挖出了巨型恐龙化石 而且还是一块相对完整的恐龙剑锥化石 很快又出土了一连串的尾锥 这些尾锥共十二截 尾锥逐渐向后缩 说明这具恐龙的尾巴不是很长 但是异常的粗壮有力 专家将这个新发现 恐龙命名为汝阳黄河巨龙 因为并未出土完整的恐龙化石 专家只能依靠现有的研究成果 推断出这只汝阳黄河巨龙生前的模样 据推测这只汝阳黄河巨龙活着的时候 体重应该在50吨左右 相当于五六头大象的重量 长度大概有18米 一只脚趾头就能达到20厘米 据统计生活在恐龙化石群附近的居民 将60%的龙骨当药在吃了 一斤只有7毛钱的收购价 一年靠龙骨只能增加七八百的收入 而实际上恐龙化石已经完全实化 并没有所谓的药效 恐龙化石的出现让河南省地质博物馆不再有遗憾 而发掘工作也要继续进行 2007年11月 位于沙平村圣水沟的村民 给专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掘点 当大家抱着试试的心态发掘时 居然真的发现了化石 而且又是一截巨大的骨骨化石 也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发现的巨型 细角类的颓骨 虽然这段骨骨化石只有半截啊 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复原这具骨骨应该不是难题 早期的恐龙是一种小型到中型的食肉类动物 侏罗纪才开始发展不同的种类 并进化成地球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动物 但恐龙灭绝前 巨型龙率先灭亡 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足一天24小时 那么恐龙时代经历了51分39秒 而人类的文明仅仅不过一秒钟 出土的骨骨很快就被清理出来 令人震惊的是 这块骨骨长度居然达到了2.35米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恐龙骨骨之一 这次的发掘工作十分成功 除了大型西角类化石 还发现了中型西角类 甲龙类 气氮龙类 四鸟龙类 大型肉食龙类等6种以上的恐龙 有了这次成果 专家信心倍增 第二年时 考察队再次对沙平村圣水沟展开挖掘 根据专业地质勘测后 他们找到了最有可能出化石的地方 果然不出专家所料 挖出了颈椎 肋条 还有一点背锥 体型都十分巨大 这让人们异常的喜悦 这里会不会有那只巨大植骨的其他骨骼化石呢 这一切还需要耐心的修复工作 根据地质勘测 确定了土层的形成时间 属于早白鹅时期 而且后续的发掘工作中 居然找到了恐龙牙齿 巨型龙类的牙齿只能够剪切食物 并不能咀嚼 这颗65厘米的牙齿 幼致面十分粗糙 磨损程度严重 说明这一具恐龙应该很老了 初步估算 这只恐龙的年龄有100多岁 很快 专家又修复出一块 颈椎海骨 颈椎宽度达到44厘米 这远超了专家的预想 身高至少能达到10米以上 身长至少20多米 大型西角类恐龙 具有终生生长的特性 在食物充沛的情况下 只要活着就会持续生长 侏罗纪中晚期是 大型西角类恐龙的天堂 但到了侏罗纪和白鹅纪交替时 地壳活动频繁 气候开始转冷 也是在这一时期 大型西角类恐龙 逐渐走向灭局 像这种大型西角类化石 之前也只是在南美洲有过发现 2008年3月 一块比较完整的脊椎骨 被修复出来 世界上具有最大椎体的恐龙 是著名的阿根廷龙 脊椎体直径达到50厘米 而这苦凹椎体直径 却达到了51厘米 这将超越并成为世界第一大恐龙 根据这块被追的尺寸和构造 专家将这具全世界最高最庞大的恐龙之一的恐龙 命名为巨型汝羊龙 是巨型龙类的一个千辛的书种 巨型汝羊龙 以及汝羊黄河巨龙的出土 证明了在9900万年的 晚白恶级早期 秦陵以东 拂牛山 拐角是一个温暖湿润 植被茂盛的盆地 这也打破了河南只有恐龙蛋的认知 其而不舍的精神 颠覆了考古界的认知 吃 充